今天不爱做话题引发热议 YouTuber咪飞也分享了过去因为不爱做 而被其他乘客骂的经历 某次他忙于学业和工作 赶到筋疲力尽 于是坐在不爱做上休息 当时公车上还有很多空着的不爱做 然而一位老先生上车后 却当面骂他没家教 年轻人好手好脚 为什么还要做不爱做 对此咪飞无奈地表示 不爱做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却被某些人用来情绪勒索 不让做还会被公审 导致如今大众都对不爱做 却也不根本没人敢做 他认为有些人面对压力 或是下班后很疲惫 其实都需要坐着休息 这些隐形的需求却常被忽略 因此希望不爱做政策能取消 因为如果人人互相理解和帮助 那么每一个座位都会是不爱做 更直言嘲弄别人不让做 并不会显得自己有多高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